今天我們要討論一個話題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金子銀行 那現在也有暖子銀行 那動暖這件事情 妳有沒有一點概念呢 其實動暖這件事情 已經在台灣有十年了 但是呢 現在呢 為什麼經常被提起 因為現在的女生結婚越來越晚 那麼要當媽媽的 如果不及早準備的話 很多的人都會生不出來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來研究一下 探討一下到底如何動暖 怎麼動暖 誰該動暖 動暖有什麼條件 動暖有什麼必須要準備的事情 今天我們請到兩位醫生 一位是不孕症的專家 王家瑋醫師 好 要動暖呢 可能是就不孕嘛 對不對 對 但是另外呢 很多人都先去看婦產科醫師 好… 很奇怪 女人的… 女人的病都是男醫生 對啊 好… 然後說到動暖 今年呢 有一位女生呢 她不斷自己去動暖 而且還把它拍成紀錄片 張北昀 大家好… 妳是身體力行 而且還把它紀錄下來 對 因為我想說我知道得太晚了 希望更多女生可以知道 更正確的資訊這樣子 小儀今年 跟她差不多 真的 同班同學 同班同學 對 所以妳會想要動暖嗎 其實會想 但是還是有一些會害怕的地方 但是我是因為本雲 所以知道動暖的這個方法 對不對 今天我要談這動暖的時候 我就問過我一些朋友 請坐… 一些比較年輕的女性的朋友 我就問她們 妳有沒有想要動暖啊 有的都說耶 而且很有意思的 就是說我想動暖 但是我希望台灣的代理育母的 這個法案能通過 就別人來幫她懷孕 這也不對吧 動暖的本意不是這個嘛 對不對 我覺得大家要考慮生育這個事情 妳原始的用意是什麼 很多人只是覺得 我就留著… 可是如果這個人 一輩子根本不想生小孩的話 妳原始的用意 其實沒有辦法達到 所以真的要想看看妳 真的想要生的話 還是最親也最好 你知道嗎 就是天然的最好 最親也最好 所以趁新鮮找到好對象 這才是真正的道理 道理 其實動暖其實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她拍的一支片段 給一些女性朋友 知道張本渝最近都在做什麼 好 我是張本渝 我今年三十七歲 今年 我又替自己做了一個決定 我要去冷凍卵子 我一直相信 每個人來這個世界的目的都不一樣 有人來享樂 有人來做事 也有人來建立家庭 老天爺無法以我們的目的 給我們不同的身體機制 但他卻給了我們自由意志 十年之後 不管我有沒有用到我的卵 我都會很謝謝我自己做了這個決定 好 我想問一下男生 阿兵 如果你的女朋友告訴你她要去動暖 你贊成嗎 看年紀 對 因為有些事情是 你講了醫學問題 我是說心理上 你贊成她這樣的行為嗎 贊成 老師 贊成嗎 贊成 我想請問醫生 你們贊成動暖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基本上 就是看你以後的生涯規劃 你如果說自己準備說 以後就是要生小孩 但是在短暫的未來 沒有辦法生的話 你把卵子把它動起來 以後想要生的時候 再來受精 再來植入 這樣子的話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也是一個科技幫忙你 達成願望的一件事情 但是說起來 其實這個還是有年限的對不對 幾歲以後 那個暖就不太好了 基本上 其實在我們不孕症的所有治療 不管說你做人工受孕 或者四款嬰兒也好 其實38歲 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 38歲以前 其實懷孕率大概都不會差很多 但是38歲以後 其實每年是遞檢的 所以說基本上我們會覺得說 38歲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年齡 分水嶺 就38歲 那取暖呢 取暖就是說 是越年輕越好呢 還是說 其實也要到某一個年齡才可以取 所以基本上 我們知道說 以卵子的品質 或者說以後造成了胚胎的品質來講的話 一定都是越年輕越好 大概20歲 20幾歲的胚胎 卵子 一定會比30幾歲的好 才健康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你22歲一杯去念博士 去當CEO的話 22歲的時候 25歲的時候就可以把卵子動起來 照這樣講應該 是在25歲到35歲的人 我相信他沒有動機來存 因為在那時候青春年華 他不會想過自己嫁不出去或生不出來 我們其實遇到絕對是在 23歲到37歲這中間 我補充一個表 因為剛剛學長有講了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在衛生署 台灣的 因為很多人說我要本土資料 這是台灣衛生署國見局的資料 你在使用捐贈卵子 或你自己的卵 它的受孕成功率 你可以看到使用捐贈的卵 因為它的捐贈卵的來源 通常不會太差 已經在35歲以前 它捐贈卵的品質 活產率都在五成都還不錯 使用自己軟的人 你可以看到38歲剛好一個關鍵點 35歲就慢慢往下掉 38歲就明顯 42歲 我們以前常常講 42歲或44歲以上 請不要再來找不孕生科做試管醫科 因為成功率真的是太低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時間點是重要 可是問題是 那時候你的心要下好決定